蓝友们大家好,我是蓝花又一开 这期视频跟蓝友们聊一聊蓝花的铺面石 我们现在看到好多蓝友在种花的时候 都会给这个盆面做一个铺面 现在应用的比较广的就是直金石啊 吃鱼土啊,还有一些山土啊一类的 来给蓝花做铺面 那么这个铺面我们都知道 它有一个美观的作用 你看铺完之后整体这个花 效果看的就是漂亮 那么它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是保湿 它到底是怎么保湿的呢 咱们都知道直金石啊,吃鱼土啊 其实这些做在盆面的话 干的是比较快的 但是它到底是怎么保湿的呢 其实啊,一层窗户纸 我一说你就懂了 铺面石是压着盆面 压着盆面啊 让下面的植料不干 而不是铺面是这种湿漉漉的 总是水的哈 如果你的盆面总是水的 湿的 那么这个地方正好是炉头和出心芽的一个位置 你就比较容易出问题了 尤其是室内痒的来友 你的通风怎么说都是不够的 这样我这样说来友能理解吗 我特意挑了两盆花 我倒一个铺面出来给来友们看一下哈 这个花你看铺面都已经很干了 我们稍微把这个铺面打开 这就是我们做铺面的一个好处嘛 把这个铺面打开一下哈 我稍微倒出来一点点 你就能看到下面的植料是一个湿润的状态 这样你明白铺面的作用是什么了吗 盆面干是正常的 它是压着盆下的植料不干 然后我们再往下打开一些看一下 你看这个花我种的就比较深 整个炉头都是埋在盆内的 你看它的叶甲是非常干净的 心芽也不会枯 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好地弥补 很多兰友不敢深重 因为怕辅苗嘛 这花总是种的比较浅 你这样用这种偏干的材料去压着盆面不干 可以保持你这个炉头比较干净清秀 不会让你的叶甲过早的干枯 我把这盆面拾到一下哈 然后我准备了一盆花 给蓝友们种一下哈 这个我刚刚种好的 我铺面从哪个位置开始铺啊 这个也是蓝友总是掌握不好的一个地方 我这个是一个碗盆 一个斗粒盆 一个斗粒盆 正常的话我们这个花高度种在什么地方开始做铺面 你用你的手比一下 这个甲铃镜的位置就是跟与甲铃镜结合的位置 与你这个盆边是一平的 与你的盆边是一平的 你这样把铺面堆起来 堆起来啊 其实你的炉头你看 它是与盆面一平 这样的话通气比较好 比较好通风 不要把花种的窝到盆里面去 会影响你盆面的通风 这个时候你再来做铺面 实际上啊 你只是用干的质料去压着盆 压着你的炉头 而不是说把你这个炉头呀 盆面呢 放在这种比较水呀 比较湿的环境当中 这样的话可以很好地起到 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保持炉头的一个润度 压着盆下的质料不干 其实就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了 如果没有说清楚啊 蓝油总是想用这种比较饱水的材料去做铺面 如果你用的这种铺面石是比较饱水的 其实一样干的快 我们盆面啊 不管是用什么 就是你用水苔也好 水苔就是最饱水的了 还是你用纯的直筋石 纯的吃鱼土都好 其实它都是干得最快的 比如说我现在温度是25-6度 我的湿度只有2-30% 即便我用水苔 它也是很快就会干 盆面是直接接触空气的 你怎么才能做到盆面是湿的呀 补盆面水吗 这些都不太理想啊 把这个铺面做得厚厚的 把这个叶甲都给它埋在这个铺面下面去 用这种比较爽力的 你看这个 你浇了水 它的水分就锁在这里面 你不浇水的时候 它这个也是个偏干的状态 用这种比较爽力的 没有什么养分的材料 直接去做一个铺面 压着你盆下的植料不干 护住你的炉头 不会被风 被这种比较干燥的空气侵袭 导致你的叶甲过早的干枯 尤其是北方的兰玉花 始终不太建议大家 把那个花种得太浅了 就是炉头裸露的太多了 不然的话 你的叶甲会过早的干枯 尤其前楼苗 刚刚成苗 还没有发芽 叶甲已经一层一层的在干了 这样的话 你基本上发起来的芽 都会比较弱 稍微的把它埋得深一点 就是高点栽 然后植料 就要铺面 厚点埋 这样 你就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即便你这个炉头盖的比较深 你也不用担心会出现 因为炉头被埋住 导致你的兰环出现浮苗 不知道我有没有说清楚 如果我有没有表达清楚的地方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 再见